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伊朗方面表示 如果这架战机敢进入领空一步 必然会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这样强硬态度可是不同以往 究其原因是美国这次出动了无人侦察机 这架无人侦察机 配备了最先进的侦察系统 一旦靠近伊朗境内 可能在电光火石之间 就将伊朗真实目标全部暴露 这也就是伊朗方面沿着以待的原因 这架全球鹰作为美国现在唯一一款战略性无人侦察机 必然有着其可取之处 有着连续41小时的飞行时间 在续航能力上比其他无人机还要强上一倍 而保持高强度工作侦察 对国土不大中等的国家而言 进行全方位精确侦察 只是时间问题 在接近2万米的高空之上 无人机隐移飞行轨迹 对地面目标进行暗数观察 如果没有防空系统对机监测 可能绕空第一圈之后 在战役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输了 美国如今出动如此强而有力的侦察设备 并且还不断在波斯湾派遣军舰 联想到美国近日种种行为 可能是已经在做好准备 应对伊朗方面的不妥协了 特别是中东地区并不太平 这样举动不得不让人思考 美国背后真正用途 如果没有对美国种种军事行为 做出应对方案 极有可 能在美国突然发动攻势之下 伊朗就会一败涂地 而且美国还不断加排兵力 意图搅乱中东人本就十分紧张的局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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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